词曲 李宗盛 不管你在哪儿 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 我的声音 都会一直陪着你 听完今天的故事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偶然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故事 姑娘和男朋友出去吃饭 本来以为是普通餐厅 结果坐下来一看菜单 很贵 服务员一来 女生就机智地问对方 你不是说 还有事吗 我们办完事再来吃饭吧 男朋友心领神会 马上答应到 对 那我们赶紧去 两个人逃出来以后 一边取笑对方 一边哈哈大笑 没有尴尬 没有沮丧 没有大众脸冲胖子 也无所谓什么 面子不面子 一段好的关系就是这样 他一定能让人自在地面对自己 也能坦然地接受对方 少了很多互相的猜忌疲惫 多了知根知底的松弛 小到吃不吃辣 大到是否有共同话题 都能决定一段关系的走向 因为 关系缔结的本身 是为了找到一个同频率的人 而不是消耗 什么样的人才是同频率的人 你们不一定要看一样的电影 听一样的音乐 但一定要有相似的三观 有相近的目标 有相同的恋爱观 这样的感情 才能更坚固 也更稳定 跟一个同频率的人 在一起相处有多舒服 大概就是 你们有自己的一套相处模式 既不会亲密地喘不过气 也不至于疏离到感情降温 每当难过的时候 你们是彼此的树洞 软弱的时候 又能互为铠甲 你相信吗 联合人之间 一定存在着磁场 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却会不断向外 传递着你的三观跟喜好 聚集那些跟你吃同道喝的人 一个正能量的人 结交的一定是同频正能量的人 一个优秀的人 也会同样吸引优秀的人 你不用趋一逢迎 也不用委屈求全 世界上总会有人跟你一样 奔赴山海 为你而来 只是越长大 我们越容易陷入到感情的匮乏 也很难去维持一段舒服的关系 男朋友超过十分钟不回微信 你开始担心他劈腿 闻命没有及时点赞你的朋友圈 你害怕他因为你恋爱而冷落你 这种不安全感 好像时刻都笼罩在我们周围 平常工作习惯假面 我们实在不希望 当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 依然猜忌 试探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相处舒服的人 他让我们短暂地卸下伪装 愈合我们的伤疤 让我们免于心单隐之 让我们历经沧桑 依然相信人间之德 刘若英和钟晓江的婚姻 一直被很多人羡慕着 他们两个人一起出门 去不同的电影院 看不同的电影 然后一起回家 进家门之后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他们彼此亲密 但又相互疏离 不用刻意寻找话题 也不必刻意迎合对方 结婚后的刘若英 依然爱唱歌 爱写字 甚至突破自己拍电影 这样的关系没有控制 没有束缚 也没有委屈 反而有了更多的自由跟可能性 没有一段感情 需要你歇斯底里 需要你放弃自我 频率不同的两个人 就像收音机 频率错位 就永远无法倾听到对方的心声 如果一段感情 一个人 得让你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 那他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人 人生不长 希望你不再为了不值得的关系 消耗自己 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同频率的人 所欲皆良善 所欲皆懂你 陪你度过颠沛流利 和你的人生海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